8月20日凌晨五时许,广西最大的渔港,北海市桥岗镇电剑渔港已经人声鼎沸,一筐筐生猛海鲜从船上被运上岸来,渔民、商贩、游客、带货主播、码头工人等,形形色色的人把码头围得水泄不通,来自各地的游客特意赶了个大早,在码头购买各种各样的海鲜,码头俨然成了一个大型海鲜市场。 因为这个开鱼了嘛,捕鱼了,对,开海了,我们就特地过来吃海鲜,昨天晚上已经搞了一顿了,今天又继续过来搞,真的是人潮松了,我们四点就起来了,然后赶过来,然后刚到现在,买了有两条这个黄花鱼,然后金汤,还有瓶瓶虾,然后还有蟹,然后还有这个海虾。 渔港旁边的海鲜打包店忙得不亦乐乎,一些游客购买了海鲜后,在这里排着队加冰保鲜。 当前,广西正探索构建渔业家融合发展新模式。 在南海开海当天,广西北海市和防尘港市均举办了隆重的开海节活动,结合渔业策划了一系列文旅活动来拉动文旅消费。 游客可以观看风情独特的开海歌舞表演,欣赏千帆净发的壮观场面,打卡各种海鲜等。 官方介绍,要将开海节活动搭建成一个文旅融合大平台,着力打造特色渔业产业品牌。 针对开海节客流高峰,为方便旅客赶海吃海鲜。 国铁南宁局于8月14日至26日间,加开北部湾方向65趟动车组列车。 据了解,8月14日至8月21日,防尘港北站增加开行往返防尘港北南宁东动车3趟。 8月18日至8月20日,重连开行往返防尘港北南宁东动车10趟。 8月16日至8月26日期间,每天加开两趟北海往返桂林北,两趟北海往返南宁东的动车。 北海站针对此次开海节,按照一辆订车的方式,积极向上级申请加开动车。 从8月16日开始,北海站目前的话,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了是2万8至3万2之间。 据了解,为帮助旅客解决出行接驳问题,北海站加强与北海市交通部门、公交公司、北海机场等单位对接, 实现公交与高铁点对点接驳,争取到凭高铁票可免费乘坐机场大巴接驳的优惠, 为旅客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。